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 我们要探讨的是卡玛拉 哈里斯如何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 并一路通往白宫的挑战 自从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 哈里斯在他的首次演讲中提出了他的竞选计划 但他的路途并不平坦 虽然他在全国民调中领先 但在决定选举结果的七个摇摆州中却处于落后状态 哈里斯需要赢得270张选举人票 这意味着他必须在所有的中西部工业摇摆州 或部分加上两个西部战场州中取得胜利 然而 他面临的挑战是对经济和通胀问题的选民关注 以及黑人和拉丁裔选民的支持下降 此外 年轻选民对他的支持也存在不确定性 哈里斯必须调整他的经济信息 专注于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如边境安全和住房建设 他需要选择一位具有吸引力的副总统 以帮助他在劣势地区吸引选民 尽管他在年轻女性中受欢迎 但这一点不足以保证他在摇摆州的胜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会更深入地分析哈里斯的每一步策略和面临的挑战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每日电讯报的一篇分析文章 题为如何击败特朗普 卡玛拉通往白宫的道路 文章详细阐述了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面临的挑战和策略 接下来 我们将详细复述这篇文章的内容 并对其进行多角度的深入分析和评论 在卡玛拉·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 他在休斯顿的一次演讲中首次展示了他的竞选计划 他对在场的教师们表示 美国现在面临着两种 截然不同的国家愿景的选择 一种专注于未来 另一种专注于过去 他强调了自己作为前检察官的资历 同时指出唐纳德·特朗普是一名被定罪的罪犯 然而 尽管哈里斯在全国范围内的民调中领先于特朗普 但在决定选举结果的七个摇摆州中 他的支持率并不理想 距离11月5日的投票日还有15周的时间 根据每日电讯报的民调数据 哈里斯在这些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从复7%到3%不等 这使得他的胜利之路显得非常狭窄 他必须赢得所有的中西部工业摇摆州 或其中一些加上两个西部战场州 才能获得270张选举人票 哈里斯所面临的挑战不仅限于民调数据 还包括选民群体的变化 自2020年大选以来 几个关键选民群体已经远离了民主党 其中包括黑人选民在乔治亚州和北卡罗莱纳州的支持率下降 拉丁裔选民在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支持率下降 以及蓝领工人在宾夕法尼亚州 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支持率下降 这些选民对拜登的表现感到疑虑 越来越多地支持特朗普 资深民调专家弗兰克·伦茨指出 哈里斯需要在经济问题上重新调整信息 因为大约四分之一的选民没有储蓄 这些选民很可能属于哈里斯必须赢回的摇摆州选民群体 根据每日电讯报的民调结果 经济和通胀是摇摆州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 所有七个州中最大的选民群体 都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在过去一年中恶化了 伦茨说 最重要的是那些靠薪水过活的选民 他们是传统的民主党选民 比例是2比1 而特朗普已经将这一比例缩小到不到3比2 特朗普在2016年的胜利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铁锈地带蓝领工人的支持 但他的吸引力已经扩展到包括拉丁裔在内的少数族裔选民 亚利桑那州4分之1的选民和内华达州5分之1的选民是西班牙裔 根据拉丁裔选民专家麦克马德里德的说法 这些选民转向特朗普主要是因为对美国南部边境安全的担忧 这对哈里斯构成了严峻的问题 在黑人选民方面 尽管大多数黑人选民仍计划投票给民主党 但拜登的平淡竞选活动使得支持转向特朗普 尤其是在年轻黑人男性中 2020年92%的非裔美国人投票给拜登 但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 只有70%的人打算投票给哈里斯 哈里斯的父亲是亚买加裔美国人 这可能在他试图说服这些选民时对他有利 但策略师们表示 如果他希望赢回这些选民 他需要专注于非裔美国人的政策关注点 包括强有力的经济信息和严厉的犯罪政策 谈到副总统候选人的选择 哈里斯的一种策略是选择宾夕法尼亚州 受欢迎的州长乔什夏皮罗 他可能会帮助他赢得该州 并带来曾由斯克兰顿乔拜登代表的铁锈地带资历 然而夏皮罗不太可能帮助哈里斯 在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竞选 这两个州的选民更可能被参议员马克·凯利所吸引 凯利是一名前NASA宇航员 拥有在拉丁裔选民中赢得支持的经验 最后哈里斯与年轻选民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尽管拜登在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较低 主要是因为他太老了 但哈里斯的表现则相对较好 一项民调显示 59岁的哈里斯在年轻女性中尤其受欢迎 这些女性最关心他反对限制堕胎的竞选活动 然而 仅凭这一点无法让他赢得选举 因为年轻选民在全国范围内均匀分布 他们的选票转变不会对特定州的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 卡玛拉·哈里斯在通往白宫的道路上面临着多重挑战 尽管他在全国范围内的民调中领先 但在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和几个重要选民群体的动向 使他的竞选之路变得异常艰难 要想获得成功 他需要在经济问题上重新调整信息 赢回失去的选民 并选择一位能够在关键州吸引选民的副总统候选人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这些挑战背后的原因 以及哈里斯有哪些可能的应对策略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卡玛拉、哈里斯、卡玛拉·哈里斯 在她的总统竞选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尤其是在如何击败拥有强大基础 和选民支持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作为民主党候选人 哈里斯必须在多个关键摇摆州中取得胜利 这些州包括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乔治亚州、密歇根州 宾夕法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 这些州的选民支持对于决定选举结果至关重要 但目前哈里斯在这些州中的支持率并不理想 首先哈里斯在重新获得选民支持方面遇到了障碍 根据每日电讯报的民调数据 他在这些摇摆州的支持率范围从-7%到3%不等 这意味着他需要在这些州中逆转目前的选情 才能获得270张选举人票并赢得选举 其次哈里斯面临的挑战来自于特定选民群体的流失 黑人选民在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支持率下降 拉丁裔选民在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 蓝领工人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支持率则有所减少 这些选民群体对于哈里斯的竞选至关重要 他需要找到有效的方法重新赢得他们的支持 经济问题是哈里斯竞选中的一个关键议题 资深民调专家弗兰克·伦茨Frank Luntz表示 哈里斯需要在经济信息上进行调整 特别是针对那些因经济困境而动摇的选民 约四分之一的选民没有储蓄 他们很可能属于哈里斯必须赢回的摇摆州选民群体 经济和通胀问题是这些选民最关心的 哈里斯需要提出具体的经济政策来吸引这部分选民 在吸引少数族裔选民方面 哈里斯也面临挑战 根据拉丁裔选民专家的麦克·马德里德·麦克·马德里德的说法 拉丁裔选民对南部边境安全的担忧 使他们转向支持特朗普 哈里斯需要在边境安全问题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同时强调他在经济安全和住房建设等议题上的立场 这些都是拉丁裔选民关心的问题 在吸引年轻选民方面 哈里斯具备一定的优势 他的年龄虽然比拜登年轻 但行为和形象更能与年轻选民产生共鸣 然而 这种优势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选票 他需要在政策议题上更加明确 特别是在涉及年轻人关心的问题 如环境、教育和社会正义方面 总结来看 哈里斯的通往白宫的道路充满挑战 要击败特朗普 他需要在多个关键摇摆周中取得突破 特别是在经济和边境安全问题上 提出具体且有吸引力的政策 此外 他需要重新获得黑人和拉丁裔选民的支持 同时保持年轻选民的热情 选择合适的副总统候选人 也可能对他的竞选有重要影响 总之 哈里斯需要在各个方面 展现出强大的领导力和政策清晰度 才能成功击败特朗普并赢得总统选举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卡玛拉·哈里斯 是一位具有真正潜力的候选人 他的检察官背景 使他能够有力地打击特朗普的犯罪记录 这对选民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他拥有多元文化背景 可以吸引各种族群的选民 相比之下 特朗普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 尤其是他对疫情处理不当 和经济问题的应对不足 呵呵 楚天书 你真是天真 卡玛拉·哈里斯的背景确实有趣 但选民不仅仅看背景 他们关心的是实际生活中的经济 特别是在摇摆州 哈里斯在经济问题上的表现乏善可成 而特朗普则拥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复苏计划 选民会选择谁 当然是那个能让他们的钱包鼓起来的人 琪琪你说的好像特朗普真的是经济就是主事的 让我们不要忘记 他在职期间的贸易战合税改政策只会让富人受益 普通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实质改善 哈里斯则不同 他提出的经济政策更注重平等和可持续发展 这对于那些靠薪水过活的选民来说是更实际的选择 哈哈哈哈楚天书 你这种理想主义还真是可爱 平等和可持续发展听起来很高大上 但选民们要的是眼前的好处 特朗普在减税方面的成绩斐然 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使得经济增长迅速反弹 而且哈里斯的犯罪政策立场并没有说服力 他对边境安全问题的态度也让一些选民望而却步 琪琪,真佩服你的幽默感 但选民们可不是傻子 他们看得清楚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就是一场泡沫 而哈里斯提出的政策才是真正的长远之计 他强调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都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根本 至于边境问题,哈里斯也有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不像特朗普那种简单粗暴的建墙政策 楚天书真是佩服你的乐观精神 你说的好像哈里斯的政策能在瞬间改变世界一样 别忘了选民在乎的是现在 而不是未来的乌托邦 特朗普的政策虽然简单 但有效,选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 哈里斯要想赢得选举 还需要多多学习现实政治 回去好好补补课吧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